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钳制相当的挑战 第一 当然就是法律 问题问题 比背对法条更重要 第二 原住民阿美竹马 你看不透他 他是一个正义的人 但是他的内心隐藏了很多 对于他自己 对于他的过去的不满 他是一个公色辩护人 存在不得判死 这关系到被告的身体主 拍的过程 我的追求就是拍的开心 拍的开心拍的实在 然后有很多惊喜出来 这部也算是其中一部